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她是童星 六显大零 或许最适合她的标签 就是演员 去年金马甲 可以说是文奇最风光的时候 以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声提名入围 最后更是凭借薛关燕 拿下了最佳女配角 在此之前 他从未想过 但也因为这两部作品的拍摄之后 文奇算是明确地区分开表演和兴趣的差别 觉得演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这辈子就走这条路了 金马甲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文奇 会开始期待着 他能在给大家带来一些经验时 结果他重回小银屏 演习了电视剧 改编自天下霸唱的同名小说 与王俊看一同参演的悬疑冒险剧集天坑音变 只是基于缘故啦 刚好是遇到了这个剧本 我自己看完之后 觉得剧集中的故事和角色都挺罕见的 所以就立马记下了这个剧本 这个角色其实和我性格挺像的 都有一些倔强 不太知名小杰 剧集中 他饰演一位阴吐女捕手菜瓜 但是因为囤里的规矩 女人不能受恋 他只能默默地选择了隐忍 直到他遇到了王俊凯饰演的张宝庆 才慢慢开始有了些许的改变 不过相比起来 我更幼稚一些 是更需要被保护的那种 诚然 已经习惯了各种采访的文琪 但是言语之间 不免还是传递着一种 我不想装成熟的气场 但在小电军眼里 他并非早熟 而是早坏 那是抓索他的少女感 王俊凯一见到我 就对我 慢热 是文琪的自我定义之一 所以这次在天坑一烈的合作初期 他和同剧组的王俊凯 一开始并没有那么熟络 第一次合作 就觉得他也是一个演员 不过一开始两个人都很慢热 开始演的时候还挺尴尬的 当然 整个剧组都是一群年龄相仿的小孩 不出几日 私下就进入了户队的日常 他几乎一见到我 就开始对我 有时候 还和组里的其他男生联合起来 天天攻击我 没遇见还是孩子的智能 反正就说我胖啊 爱啊 我以用各种话题回击他 不服输的志气显露于脸上 如今杀青许久 文琪和剧组中其他小演员私 想还会在微信群中 用对方的表情暴护黑打去 平时也不忘直接吐槽 剧种大当夜小伟时行走着的游腻表情包 这种鼓动也让第一次在北方拍戏的文琪轻松许多 当然 这种轻松只是私下变场的花絮 但是真的进入到拍摄过程中时 还是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 东北太冷了 而且还干燥 这些环境带给我的影响真的超大 文琪不断的感叹着东北的寒冷 为了拍好戏 每天都要在身上贴大量的卵宝宝 才能让自己状态高度集中 但这也不免被王俊凯当作画棋 戏长 他体虚 但是我好喜欢东北的风情啊 这里的人都好欢快 虽然被季后折磨得难以言语 但是文琪却被东北特色风情折了迷 东北人也很有趣 他们的口音和性格真的都很可爱 听一口台安腔的王琪聊着东北口音 让小电竞现场觉得极其反差萌 妈妈不在时 感觉长大了 倔强 是在整场采访中 被恩琪提及到最多第一个词 一如他当初接到天坑音乐的本子时 就被角色身上这种性格吸引 回顾恩琪去年三部电影作品 不难发现 倔强是三个角色 身上最重要的外壳 或许是因为狮子做的缘故吧 私下的他 也一副自带王者的气场 但这种倔强加一点天真浪漫的因子 就是文琪对太光的理解 翻翻他各自网络上的资料 能找到一段他九岁参加某少女模特大赛得到冠军后的采访 那时候 他一如现在的老程 如果长大后我一定要当模特 爸爸也是会尊重我的 似乎也是那次的采访 刚好遇见了正在悬缴的韩雪 那时候 韩雪担任剧片并主演的电视剧《淑女之家》正在面试摄影棚 但是一零几天 韩雪都对来世系的小女生不满意 刚好都在一个摄影棚 就叫文琪也过去试试看 《淑女之家》剧照 我大概看了十分钟的剧本 冬天都是个人独败 我就照着搞字面 虽然我没有看过完整剧本 但是能感觉到那个小女孩真的很惨 从小就没见过爸爸 读着读着就开始痛哭 边哭边讲 试完戏之后 韩雪林也将文琪从苏州带回了上海 也将剧本中的这个角色的年纪改成了九岁 坦白说 这是文琪第一次表演 自从演戏以来 文琪遇到很多色调黯淡的作品 她慢慢在其中学会长大 又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假装成熟 但实际上 很多人都说我心里心外是完全两个人 是观音中的文琪儿 文琪的父母在她选择了这条路之后 都做出了最大的支持 妈妈甚至辞了职陪着女儿 每次拍戏她基本都会跟着我 不过这次拍天坑音乐她就不在 我好像有点长大的感觉 但一个人住大房间 也挺孤单的 网友对演员的要求太苛刻 孩子 就是小店君在采访过程中 对文琪的最大感受 不 否则她比同龄的小孩要成熟一些 在聊天中 能感受到她已经逐渐了她自己的体系 有些话语中 能感受到是工作人员为她提前准备 但有些想法真的就是来自她自己 前阵子 文琪微博不断有键盘侠胡乱哼击 她倒是没有学着隐忍 直接对了回去 我不太理智 这点我要道歉 当然 对于她来说 自然有属于她自己的看法 你来对我 我当然要对回去啊 平白无故的看到有人来骂你 当然会很生气啊 文琪一本正经的谈论着这个话题 我觉得现在网民对演员的要求太可可了 而且我竟然看到一些评论说 你身为一个公众人物 怎么可以亲自去对呢 亲自去回复那些人 会显得你很没素质 我就觉得这些人到底怎么了 我觉得你这样做自己挺好的 小店君回应了一句 此时的文琪像是一个入室 不知对错的小孩 瞬间得到了一种认可 开心的不得了 或许 这才是文琪作为艺员的最大魅力 对于小店君来说 有这么一位耿直聊天的采访对象 是件无比轻松的事情 她用她少女鲜活的生态和用词 给你营造出难得的现场感 又在每个宫店 上期 带着你的互动和肯定 今年8月15日 文琪的满15岁时隔一年 再次遇见文琪 不免还是会多问一嘴 关于金马奖的感觉 当然是开心的 或许 她真的已经被这个问题给问白了 回 但这已经说了无数遍的标准答案时 口语中不免有点厌烦 但是 她也明白 这都是始俗中的惯性问候 毕竟 我们都还是很开心 在金马奖之后 文琪被不断提及 和她一代的演员也越来越冒奸 开始被这个时代选择 就像文琪自己说的 未来还是希望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是贫富和行人才才写 骂着摸今年的国庆报 真的很凉凉看了眼 是月的月线片 我想哭 没儿子 你 你